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3D明音教室 这一集作为第三篇的结尾 我们把之前讲的材料 做一些概念上的延伸 记得老师之前讲说 大家在调这些表面材质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emission这种材质 它属于一种会自体发光的材质 所以我们在渲染的时候 如果遇到emission的材质 不需要特别打灯 因为它本身自己会发光 因为本身会发光 所以它没有阴影 就会造成一种类似平面2D的错觉 大家看到这个角色 可能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它是扁平的2D人像 那我们把它用滑鼠来旋转一下 大家就会看到 当我们旋转到侧面的时候 它的屁股会有一种轮廓线跑出来 可是它给人的感觉 还是2D扁平的形状 那是什么样造成这种效果呢 其实就是emission 它字体材质发光 所以它把所有的阴影都消失了 在render里面我们发现 其实它渲染出会是2D的效果 可是它实际是一个立体3D的人物 那要怎么做出这种有边线的效果呢 其实蛮简单的 它的概念就是叠上两层会发光的物体 一层当作里面的涂色 一层当作框线 我们看一下右边 这个材质框框里面 这个小人现在是在材质检视区 那它实际上模型的样子 其实就是一个身体加上头嘴巴 然后它后面就有两个屁股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模型 跟刚刚看到的有点差异 其实当你上了材质加上阴影之后 那整个渲染出来的效果 就会跟你原本模型不太一样 好我们回到这个材质检视 你看 这个类似2D的效果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右边材质区 它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角色有分为body 它是白色灰白色的发光表面 和outline它是黑色的发光表面 那叠上两层 我们可以按加这边 新增不同的表面材质 叠上去之后 我们要在这个 这边有一个modifier 做新增一个叫做 solidify 给它新增上去之后 我们在normal这边勾选fip 并且要把这个材质 offset 选到我们材质的号码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0的话 它就会没有 0呢 0代表我们第一个材质 就是body本身 那这个1就代表outline 所以我今天如果再新增一个红色 那红色的代码就是2 就是012这样分别先排下来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modifier 在新增好的solidify这边 我们改materials offset 把它改成1 就会是第一个材质作为边框 那如果改成2 就会让第二个材质作为这个边线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们在加材质的时候 只要新增emission的表面 记得把backface勾起来 不然会全部呈现它这个材质的颜色 勾起来之后才会有这种边框的效果 所以要达成这种类似2D的扁平渲染 我们只需要给它加上不同的emission的表面 配上我们的solidify这个修饰值 并且记得勾选我们的flip 和这个materials offset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造出 类似2D的扁平效果 好那这集就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不同的表面材质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 请大家自己试试看 并且记得上传我们的作业 让大家分享自己调整出来的材质效果 好那从下一集开始 我们就进入第四章 亲手带领大家打造自己的吉祥物 好我们下集见 拜拜